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简单介绍我们江教授 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要知道江教授是我们健保的 开始的挑战 我想各位对于健保这种意义非常了解 现在台湾的健保 在世界上的大朋友 看个健身非常非常好 人人以前看病人说 早晚我怎么这么看病人 现在有这个健保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姿势就是我们江教授的 我刚才之前没讲 金鸿博士在讲说他掃出来 所以江教授为我们在天国的健康 做非常非常大的功能 江教授他是国立台湾大学 公共卫生学系附业 美国艾安科普京师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理学博士 他曾经上映 国立台湾大学 公共卫生学区客座教授 师客座护教授 专任护教授 行政院科技顾问主 研究研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专任顾问 行政院执行顾问 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系 专任教授 公共卫生研究院的所长 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建长 全民健保医疗活用确定文会主任委员 台湾法人台湾高等教育评建中心执行长 他现在是国立杂兰大学公共卫生学区教授 他的著作有 张教授为国立知名公共卫生专业 专与全民健保与医疗改革 规则之研究健康平权与社会环境 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尤其仇重于同理生活平衡 对中老人健康与医疗的影响 张教授诸作人生最近制作为 社会与健康 超业全民健保 以上就可以知道 张教授对于卫视各方面的知识 来 欢迎张教授 非常谢谢王教授介绍我们张教授 欢迎我们张教授 谢谢我们的红秘书长 实在不敢当 健保是很多人的努力 我想我今天 洪博士给我出的题目叫做 健康社会开创未来 但是我们要了解未来 一定要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 一定要知道过去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 所以今天跟各位要来报告的 我想不是只有讲未来 我想重点会放在过去 这是我想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 大概是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稍微跟各位谈一下子 我们怎么迈向全民健保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告诉各位 全民健保 到了今天我们的成就是什么 那全民健保能做什么 以及不能够做什么 那他的成就 其实灾药来讲很简单 他就是保障了我们的就医人权 跟使我们免于因病而凭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他的限制是什么呢 他的限制是说 健保来了 我们的健康不平等依旧在 也就是说他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健康不平等依旧在呢 这就是大学问了 为什么这个健康不平等还在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保险 但是我们有些地方他没有医疗 你有钱没有买不到服务 那当然可能是 或者是说生活习惯不好 我想我们的基金会 办了很多活动里头 这个健康的人生的部分 就是应该要有养成好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还是第三点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条件不好 我们要想要有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还是要有点点的基础的 如果生活条件不够好 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所以展望未来 我们当然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 让我们有好的健康的生活条件 让我们能够有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最好不要生病 但是万一生了病的话 还有健保 让我们的免于 因为我们经济上的障碍没有办法看病 更让我们能够 更让我们能够免于 因为生了病以后 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这大概就是今天 灾药的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故事 我们要从前说起 从前从前各位都知道 台湾的历史是差不多四百年 从这个图 这个图是卫星的地图 你可以看到 台湾我们是从过去四百年前 我们是从大陆到台湾 台语说了 长山跪台湾 长山跪台湾 太高 最高 那我们中间还要经过 你们看到黑色的那一条线 就是黑水溝 黑水溝 黑水溝 死亡率是很高的 所以当年老到台湾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 到了1600 大概80年的时候 台湾人口大概只有10万个人 那在经过200年之后 情况还是很不好 所以当年200年前 有人写了一首诗 非常的长的一首诗 叫杜台碑歌 这个是在新竹的客家人 诗人写的 他前面最初的四句话 就是说奉劝各位不要到台湾 因为当时台湾就像鬼民观一样 千个人去无人转 知生知识谁都来 这告诉我们 在200多年的时候 健康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当年 连亚唐在写台湾通识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说法 台湾这两个字 用台语练 练起来叫台湾 的意思就是说 埋藏渊区的地方 台就是买的意思 玩就是玩奥 渊区的意思 所以 是这样 等到日本人来攻打台湾的时候 台湾还是非常的不好 日本人 来台湾的时候 战死的没有几百个 可是他病死的几千个 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以后就非常的努力了 因为他要把台湾成为去经营他们南静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台湾的健康就从日剧时代的时候 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一张告诉我们 这个红色的线就是女生的平均寿命 蓝色的这个线是男性的平均寿命 这个平均寿命是讲说 一个小朋友生下来之后可以活多久 现在各位都来听了 熬起来听了18年 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怎么样 有把握的 不然怎么会听18年 因为我们现在平均寿命生下来的 超过80岁了 可是如果你想想看100年前的台湾 那时候能够活几岁 平均熬眼 1910年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台湾有统计资料了 日本人来已经建立统计资料 我们那时候还不到 就是30几岁而已 还不到40岁 100年前的台湾 我们的生命 一个婴儿生下来的 他能够活到5岁的机率 大概很少 要活到今天大家这样七老八老更困难的 所以当时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 所以在当时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说 说孔子公不敢太过夜贴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说啊 你要请孔子到你家去吃饭啦 说我们明天请你吃饭 孔子说我不要 为什么 这很简单的 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今天啊 今朝有酒怎么样 今朝醉 你们现在还是认真的在这边听 这个是很难得的 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寿命还很长 你看过去的人 15、6岁就要结婚生孩子了 是不是 就是要多子多孙 那生孩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以前的台湾我们讲过 生孩子是这样 生的粿 粿粿香 生的粿 四粿香 就是棺材了 其实那时候连棺材都没有 草丘带 抱抱的人去带啊 所以呢 以前生孩子是多困难的事情 我跟各位讲 今天啊 你上马路啊 过马路啊 的危险性都比生孩子高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 不太想生孩子了 这个就是时代在变 我们的寿命变长了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以前的这个绿色这条线是死亡率 每一千人里头一年有多少人死掉 大概就是30到40 35之间 现在啊 因为有老人 所以呢 有增加了 过去我们最好的时间是 每一千人啊 大概只有 五六个人死掉 这到了1970年的时候啊 我们的平均寿命 大概就已经70岁了 人生啊 在这短短的这个这样的时间里头 我们改变得非常大 可是改变大了 那不只是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更重要的是 死因死法都不同了 在1910年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内疾 这就是我说了 被蚊子咬死的 很多的日本人当时公台死掉 就是被蚊子咬死的 第二个 怀孕跟生残死掉的 就是生孩子死掉了 第三个是肠道传染病 这叫什么 拉肚子死掉了 所以呢 以前主要的死因是什么 不是被蚊子咬死 就是生孩子死掉 再来就是拉肚子 接下来红色的都是 这都是什么病呢 都是叫做传染性疾病 都是会传染的 至于我们今天流行的癌症 你是看不到了 十大十婴里头是没有癌症的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通常癌症是要你活了很久的时候 怎么样 才能够得到癌症了 你的寿命很短的时候 要得癌症是困难的 所以到了1970年 我们的平均寿命 已经差不多70岁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今天主要的死亡原因 都是一些非传染性的慢性病 这时候已经来了 中风第一位 癌症第二位 意外事故第三位 心脏及高血压疾病 这个是什么 第四位 传染病还是有一些 还有一些是传染病 又有一些非传染性的 不过最主要来讲的话 我们从1910年到1970年 我们的死亡原因 已经从传染病到慢性病 传染病呢 你一得到它了 你不是治好了 就是死了 可是呢 当你有慢性病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当你有了慢性病 这个疾病是会陪伴你 直到你死掉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身上有一个慢性病 你是不是想要 把这个疾病治好或控制 可是我们今天 治好很困难 我们只能控制 像高血压 你就每天怎么样 服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降血压的药 当然你还要运动 吃饭 饮食都要注意 不过不管如何 有了慢性病 身上有疾病 这件事情对我们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 你需要去寻找医疗 来给你减轻你的症状 所以 你要去看病 看病 不是说不要花钱的 这个我刚才很佩服 我们基金会都靠自己了 不需要靠别人了 可是你每一个人都要 怎么样 活下去 你要工作 要有薪水 这个医生 也不能通通做白工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看病 第一你要有钱 第二 要有医生 很幸运的 我们台湾的经济的发展 台湾我们有很多的奇迹 刚刚跟你们说的 第一个奇迹就是健康的奇迹 这发生很早了 第二个奇迹 就是我要讲的经济的奇迹 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 开始起飞的时候 是在1970年 我出生的时候的这个时候 1950年代 我们平均的国民所得不到200美金 差不多200美金 今天我们已经超过了2万美金了 但是你要想的 在1970年代开始起飞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了 不过对一些人开始感觉已经怎么样 有一点浅了 我身上不舒服 我要看病怎么样 我想要去找医生 问题是 医生你找得到吗 就是一个问题 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台湾 我今天早上刚从 我们台大医学院 是120周年的生日 从那边过来的 我们现在台大医学院 在这之前 195354年开始 我们就有高医 中医 中山 北医 国防 有六个医学院 训练不少人 可是 这些人 不是 年轻的就是来来来 来台大 去去去 去哪里 去美国去了 所以 医生人力不多 这医生人力不多 怎么办 当年我们都知道 蒋经国先生 很情郑爱民 他喜欢是下乡去 有一天 他就下乡去了 到了云林去的时候 云林的乡亲 就成情了 他说 我们这个云林 穷乡僻郎 没有什么医生 以前卫生所 还有个医生 后来卫生所 医生也不见了 要请 我们蒋院长 帮我们想想办法 所以蒋经国先生 回来之后 就跟教育部 跟卫生署 去商量 所以 开始了我们的 健保的第一步 健保的第一步 那就是要 发展 医疗资源 我们要培养医生 我们要盖医院 所以 接下来的 我们的医生培养 就从600人 一下子就增到了 1200人 我们的 这个医学院 在公立的部分 阳明医学院 就成立了 然后 成大医学院 接下来的是 私立的 这个什么 长庚医学院 那 旧的医学院 要求他去 增加招收的名额 所以 医学生的名额 一下子就从600 迅速增加到 1200人 那 这时候 在美国 在日本 这些医生 也开始做管制 所以 你可以看得到 医师的人力 从1970年之后 就迅速的 怎么样 增加了 在 1950年的时候 差不多 每一个医生 要照顾 2000人 到了1970年的时候 是比2000年还多了 但是由于 政府 扩大 培养 医生的 这个什么 政策 我们现在的医生 一个医生服务 已经不到 600人了 比600人少 已经快接近500人了 也就是说 我们医生能力 这样比起来的话 跟1970年比起来的话 怎么样 增加了四倍 那不只是 医生 你也要其他 医护人员 以及医院 所以这医院 的病床数 也急剧的增加了 从 每万人口 差不多200多个病床 到现在 我们已经 每千人的话 已经有六床 每千人有六床 那就表示 非常多了 像美国的话 美国现在是 病床在减少 他们 每千人不到 3.5张病床 好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区 就是发展医疗资源 增加医生 增加病床 可是 你就知道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爬 这个阿里山 你要盖一个 SOGO百货公司 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医疗资源的 地理分布 不平均 培训出来的 这些医生 大家都想往 这个什么 医院跟大都市去走 所以 我们就迈入了 第二步区 第二步区 就是要把这些医疗资源 分配到乡村区 分配到比较穷的县市区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网 筹建计划 我们第一期的医疗网 第一个医疗网计划 是在1978年到1985年 1985年以后 又有新的医疗网计划 但是这个医疗网计划里头 最根本最重要的是 乡下要有医生 你这个王乡下像云林的四湖乡 要有医生 怎么办 像台北的双西要有医生 所以当年 我的老师 陈公北教授 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 我们在奥底 奥底就是离湖龙蛮近的 可是你要想的 当年奥底的时候 是没有滨海公路的 现在它是滨海公路的中间的休息站 我当年去奥底的时候 是要坐火车 坐到湖龙 然后再开着小泵泵车 再到奥底去 如果你不坐小泵泵车 那你就搭船 因为奥底是一个渔港 海鲜很不错 各位也可以到那边去品尝 但是叫奥底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奥底保健站 这奥底保健站 我们用民间的经营方式去经营它 经营得非常成功 所以当1982年 徐子丘署长就任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的成功 就决定把这个当成样板 推到整个台湾去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 群体医疗职业中心计划 我们简称就叫群医中心 群医中心的时候 当时我跟杨志良教授 我们就在一起了 因为我的老师1978年过世之后 他的这个工作 就交给了吴熙英教授 跟杨志良教授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毕业了 我会加入这个 我们做了研究以后 发觉是很有效 卫生署徐子丘署长就说 我们要推到全国去 推到全国去 这时候李国鼎之政 当时李国鼎之政 非常热心这个事情 他大概也差不多在 1980年的时候 心脏病住进了 这个农民总医院 当时的农总 他就觉得说 我都可以享受这个 我应该把这个好处 带给全国的老百姓 所以他在这个行政院科技顾问组的时候 他就绝对要来推动 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医疗照顾 那所以他们就选定了十二个乡镇 除了巴德镇以外 其他都是乡 都没有什么医生的 那就去做了第一批的这个什么 群体医疗职业中心 那杨志阳教授跟我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群体中心 设立前跟群体职业中心 成立一年后我们去比较 看看这群体医疗职业中心 有没有效果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问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看 医生来到了你的这个乡 那在一段时间内 那时候我们是讲一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问每一个人说 秘书长你这个月有没有去看病呢 他就说有啊 那看几次在哪里看的 那我们就这样就有一个统计了 这统计就是这样 这个群体医疗职业中心 我们那时候就把它设在卫生所在一起 那卫生所没有医生 群体中心就可以有医生了 那另外呢 如果你没有到卫生所或群医中心来看的话 你可能去到别的西医诊所去看 或者是到药房去买药 或者是去看中医 那还有一个叫其他 其他我们是不好意思写 其他就是密医 各位你可以了解到 当年啊 那个没有医生的箱 去看密医的都还比到卫生所看病的多 没有啊 但是我们设立群体医疗职业中心之后 一年后 一年后就是红色这条线 设立之前就是绿色这条线 你可以看到 卫生所或群医中心 他看病的次数都比例怎么样 就从不到3%变成22% 这大五的成长啦 可是成长从哪里来呢 如果你仔细去看 就从以前需要到别的乡镇的地方去看病的 现在回来了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如果你家的旁边开了一个很好的 什么 换馆 那你还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吃吗 你平常每天吃饭就在旁边吃就好了 但如果你家的先生或太太晚餐烧得好 你可能也是想到在家里吃了 所以你离得近 本地有了医生 那我到外地去看病的次数都会下降 所以这说明非常成功 我们一个计划 把医生请到你家去当你的邻居 你需要看病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到外面去看病了 那杨教授跟我两个人 我们做了以后 我们还进一步去看 看说这个换馆开在你旁边 它是要不要收费 如果像我们基金会这样子不收费 你来了 怎么样 方便啦 没有问题 如果要收费 这个秘书长我就不知道 你还没有做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做前册跟后册 今天当前册 我们就看到说 如果他没有工容劳保的话 他看病次数 是差很大 这个前册 这是后册 对不对 这个是前册 这是没有保险 绿色是没有保险的 红色是有保险的人 他们看这个西医的次数 你可以发觉到 前册有保险的人 明显的比没有保险的看得多 到了后册的时候 这个差距有没有减少 差距是没有减少的 为什么 保险的话 你去看病 保险会帮你付钱 所以我跟杨教授 我们就同时 不业奥同的就说 送博怎么样 要送到西天 你不能够怎么样 这个 把饭馆开在我家门口而已 你还要让他怎么样 吃饭要便宜 实际的成本是一样的 但是去看病那个人 钱要付得少 不然你就产生了 经济上的障碍 所以 很自然偶然的 如果你做了这个研究 你就了解到 了解到什么 第三步 那当然是什么 要做全民健保 这很自然的 所以 我们要实施全民健保 可是各位要知道 实施全民健保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很多人讲 我们现在的这部宪法 要好好大修改 可能某些需要修改 但是全民健保 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我们的宪法 在1947年 你想想看 那是几年前了 八十年前 对不对 八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宪法的第十三章 第四节 第157条 就已经讲得很明白 我们国家应该实施公益制度 让老百姓去看病的时候 怎么样 由我们国家怎么样 来提供 但是因为转进来台 所以我们只能从小的开始 所以就从老保开始 然后有公保 到了1985年的时候 才有龙保 那龙保之后的第二年 我们的余国法院长 在行政院就宣布了 我们希望在公元2000年 实施全民健保 那时候我在行政院科技顾问组 当年李国鼎先生 就根据我们科技顾问的意见 签了一个签诚 给余国法院长 说这事情是很重大的 我们应该好好的规划 那签上去不久 余院长就批示下来 说要成立全民健康保险 规划专案小组 专案小组 那这个李之政 当时就请我去跟 行政院科技经建会的 蔡勋雄处长去讨论 那怎么样去 成立这个专案小组 那我们当时就说 应该请这个杨志良教授 来这个什么 主持这个专案小组 然后呢 吴凯勋教授跟我 我们来一起来努力 这个专案小组是1988年成立的 1990年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规划报告 今天健保的主体啊 就是蓝图啊 就是以这个为蓝图的 那由于啊 在1987年解研之后 我们的国家就迈入了一个 新的政治的阶段 当时在这整个的 政治版图的重新分配之下 这个两党的竞争 种种的使得全民健保 提前了五年实施 在1995年的3月1号就开办 这中间各位可以看得到 1986年民进党成立 1992年国会全民改选 那1996年总统直选 那我们当时呢 这个决策者他们认为 应该需要在总统直选之前 就把这个政策怎么互助实施 所以全民健保在1995年 3月1号就诞生了 当时的卫生署署长 是今天的监察院院长张伯洋 女士 他把第一张的全民健保卡 就颁给了我们李登辉总统 他跟当时的局长叶金川 好 那全民健保实施到今天 已经超过了20年了 那有什么成就呢 有什么成就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看他的成就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 就要去了解 全民健保 他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全民健保的政策目标 他有三个 当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就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保障就医的权利 我们希望全体国民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保健 服务来增进我们的健康 第二个事情非常重要 一般的保险 健康保险 通常只注重第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这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健保 有三个主要的目标 第二个目标 也是今天我们非常成功的一个目标 当时行政院问了一句话 说我们负担得起负担不起 我们可以像这些先进国家这样子 提供健保吗 当年我在这个规划的时候 因为我了解到在世界卫生组织 在1978年的时候 他们对这件事情有讨论过 当时的看法是这样 每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多少他的保护 要依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来看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 总体经济效率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医疗资源 用在我们这个整个社会 可以负担的范围内 我们这个社会能够负担得起 这个好比说 今天你的口袋里 每个月赚的钱多少 你如果贷款太多了 你还不起了 这个是没有永续的明天的 健保要永续必须要考虑到 我们国家有没有办法支持 那这个简单的一个看法就是说 我们国家 我们的国家的收入的多少 用到保险上头 那健保上头 就是这个意思 再来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只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 我们还要知道 钱要怎么花到刀口上头 健保不是拿了钱以后就不去管 你钱花的有没有 这个有效率 那这个效率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有没有改善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我们做全民健保的目的 改善老百姓的健康是根本我们的动力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要检讨了 那如果有的话 那是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力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美国 我们看到我们去美国 我是在美国学习的 我知道 美国今天他们赚100块钱 有17块钱是花在医疗保险上头的 这个太疯狂了 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呢 我们今天大概花6.1 6.2%而已 就6块钱多 美国花17块钱 那美国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呢 我们去了解原因 也看到他们自己的检讨 美国是有很多的保险公司的 有这么多的保险公司 听起来对每一个人都好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保险公司 可是保险公司那么多 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健保只有健保局 对 局长 我们只要付一个局长的钱就好了 美国要付多少人的 这个董事长的钱 这个不得了了 再来这么多的保险公司 每个要互相竞争搭病人 他们要花在管销的费用上头 那就不得了了 美国的保险的管销是很厉害的 第三件事情 我一家医院 我要应付这么多的保险公司 每一个保险公司发样都不一样 行政要求不同 我为了保险公司 我还要另外怎么样 做特别的处理 不像我们现在怎么样 一次一样的一个制度 所以美国每花100块钱 在医疗保健上头的时候 他们是有25块钱 是花在我们称为叫行政费用上头 但是我们的台湾全民健保局 现在这件保署 太有效力了 我们这个制度下来 我们100块钱 花不到3块钱在行政费用上头 你想想看 以我们的制度来看 我们就已经可以把健保的费用 节省了四分之一了 这就是我们当年去了解 去研究美国 研究日本 研究韩国 研究欧洲 这些制度了解之后 我们了解 我们要走我们的路 好 那就这三个目标 那我们来看看情况怎么样 第一个 它的确能够大幅缩小就医差距 这个绿色的是健保来的时候 没有保险的 红色是原来工农劳保的人 那前测是1994年 我对整个台湾做的调查 那95年是跟我的同事 郑所下教授 后来他也当了健保署的署长 做的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子 这是三月做的 这是十二月做的 只差十个月 不到十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发觉到 1994年的时候 没有保险跟有保险 之间的落差 这个落差是不是跟刚刚各位看 群医中心的落差是一样的 是完全一样的 那住院机率呢 差得更大了 可是啊 健保实施九个月之后 1995年十二月后 我们做了后测 你可以发觉到 这落差怎么样 已经大幅的缩小了 所以啊 这个健保本身 对于提高民众的 就医的这个 可行性啊 几率啊 是非常大了 让大家美于因为 怕没有钱 不敢就医 这个我们现在还有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已经很少了 那这种事情啊 那这种事情啊 杨志阳教授就说了 他说 自从我们实施全民健保之后 连续剧上 你已经再看不到啊 卖身怎么样 医父的这个剧情啊 为什么 每个人去看病啊 都有国家来给他做一些保障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只改变了 我们的求育行为 也改变了我们连续剧的剧情 但是如果你到大陆去的话 大陆还有很多这种 看病难 看病贵的事情啊 对他们来讲 好 所以全民健保实施后 新被保险人的就医情形 很快就跟上了 原来工容劳保的被保险人 这是第一个成就 第二个成就 让你免于 因病而平 各位 你去看病了 特别是要做住院 做手术啊 有很多东西 现在是越来越多要智慧的项目了 过去是没有了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 这叫互助 透过国家的这个健保制度 没有生病的人 帮忙有生病的人 特别是穷人 我们国家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税务移转支出之前 我们的贫穷率 我们国家这 二三十年来 贫穷人口越来越多 那在1990年的时候 大概只有多少 这个十几% 大概十几% 大概十一二% 现在我们有22%的贫穷家庭 那这个贫穷家庭啊 我们可能好比说民间的移转 别人给你的救助啦 或种种的 这个会减少掉40% 那其他的公家的财务移转 会再减少30% 所以健保再加上来 我们现在的贫穷率 是移转后的贫穷率是9.9% 差不多10%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 每10个家庭有一个家庭 现在是贫穷的家庭 可是假如你没有全民健保的时候 我们的贫穷率就会增加到13.6 也就是说会增加3.6%的贫穷率 3.6%多不多 非常多 你只要想想看 我们有880万户的3.6% 那你就知道有多少户家庭 因为有了全民健保 免于变成贫穷的家庭 所以这是健保的第二个 很重要的贡献 接下来讲财务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总体经济效力 跟个体经济效力的努力 其实全民健保的财务 这21年来只有5年的赤字 各位常常听到 好像我们每年都好像健保 就不够 那是因为年度 当年度的支出 收支 当年度的收支 不平衡 大概是从1998年就开始 当年度的赤字 你只要低于这个 低于的这个零下来就是 那绿色的这条线就是 当年度的收支的情况 可是呢 你前面有收的比较多 所以你就会有累积的什么呀 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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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语 OK 这些纯语里头 一直用一直用 一直要用到2007年 才掉到 这个什么 这个零以下 也就是说 我们在2007年之后 才有的这个 健保真正的赤字 累积来看 那我的朋友杨教授 他是2009年 去当这个健保署的署长 那时候大家给他很多的支持 愿意去提高这个汇率 2010年我们的汇率提到5.19 就马上把我们的 这个什么 差额补齐了 所以全民健保到今天 是没有赤字的 这是很不容易的 你要把一个经营 没有赤字是困难的 所以 这个是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财务 相当的稳健 不只这样 我们的老百姓 给予健保非常高的肯定 我们调查的结果 现在 80%的民众都满意 全民健保 是政府市政里头 满意度最高的 但是当然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发觉到 1995年开始 14的时候 兵荒马乱 如果这里有年纪 比较资深一点的 你就可以了解 当年95年 14的时候 兵荒马乱 不过 处置得以 半年之后 怎么样 满意度 就超过了50% 所以他对于 后来的总统直选 事实上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 这是一个高度受肯定的 一个公共政策 那 我们不只国内 国外 刚刚也讲过了 这个美国的 New York Times也好 公共电台也好 CNN也好 都给我们报导过 美国还在我们这边取经 涵盖了其他的国家 总共六个 给当年欧巴马 要竞选总统的时候 参考 说美国应该 做怎么样子的健保 所以 我们是有很大的成就 那Krugman 是诺贝尔经济学 得主 他还讲 台湾 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 成就归成就 我们一定 不能够只提你 自我满足 我们要去了解 有些事情 你可以解决 但是你可能 没有办法全部解决 健保是没有办法 解决全部的 这个就是 我们的秘书长 找我的时候 我们谈的 我们了解过去 走过来的路 我们看到我们的成就 可是我们要更 谦虚的去面对未来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我们应该如何去努力 才能让我们老百姓 更健康 那它的极限在哪里 这是1995年的台湾的死亡地图 我画这张地图的设施 1997年的时候 那我还特地用了这个什么 这叫青天白日满地虹 我们一个小小的台湾 是有三种不同的国民 秘书长你到台东去过吧 有吧 台北到台东 坐飞机是一个小时 你一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死亡率 就从千分之4.1 提高到8.5 增加一倍了 我自己看了 我都吓呆了 这个小小的台湾 我们的生命 是有这样的不等的 不平等的 各位你要知道 现在健保实施了 21年了 依旧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什么意思呢 各位请看 台北市 这是1996到98的平均寿命 红色是2015年的平均寿命 台北市 整个台湾地区 花蓮县跟台东县 台北市是台湾最长寿的地方 台东县是台湾最短命的地方 健保实施了 20年之后 大家的平均寿命都增长了 可是台北还是遥遥的领先 台北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台东怎么样 大概是75岁 这个相差差不多有8到10岁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 把最长的跟最短的来比较 台北跟台东来比较 在健保实施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相差14% 现在有些进步了 进步多少 3% 因为他们还相差11% 各位你看到了 今天台东怎么样 死亡率还是最高的 平均寿命最短的 他跟台北男生可能要差到了9岁 女生差到了7岁 可是你会想是吗 我们问问看秘书长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 退休以后要到哪里去 每个人是想说退休以后到哪里 宜兰发廉台东 为什么 空气好 对不对 三光明媚 呼吸新鲜的空气会健康吧 他们天天生活在那边的人 竟然这么好的地理环境 却是一个短命的地方 为什么 我的好朋友 在上世纪听了我的话的时候 我们每次到电梯见面 他就问我说 江东亮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怎么可能这样子呢 他就想他是台北人了 都活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样子的 落后的地方 然后他接下来就问我说 是不是那边的原住民多 这个是很多人 一开始脑筋会想到的事情 原住民难道有原罪吗 原住民没有原罪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 台湾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平均寿命现在是80岁 原住民全部的话是72岁 相差8岁 可是你要知道原住民 我们还分什么 平地原住民跟什么 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大概是74岁 三地原住民大概70岁 如果你是说原住民的基因 有问题的话 那为什么平地会比三地长呢 那不要讲原住民自己比较了 台湾在1970年的时候 不到70岁啊 现在原住民还比我们 比我们怎么样 三十五年前的还要长啊 是不是 各位再想想看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提过 一百年前的台湾可以活几岁 我三四十岁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请一个医学医生来这边 他会告诉你 我们的基因啊 一百年是不会动的 至少要几万年 几百万年基因才会改变 所以当我们看到台湾可以进步 为什么原住民的进步比我们慢 我们应该去想可能是其他的因素 那很多人又说了 因为他们在东部 东部怎么样 落后 所以医生 跟病床比较少 这有道理吧 有了给你付钱 你家旁边没有怎么样 没有好的餐厅 你那个招贷券是没有用的 是不是 是吗 是 有保险没有医疗吗 各位看一下 台北市台湾 一样了 我们有这个阶梯 刚刚的这个阶梯 你再看一遍 台北市比台湾地区高 台湾地区比花蓮高 花蓮比台东高 你看 台北市的确医生人口最多 台北比台湾高 没有问题 可是花蓮的医生是比台湾多 花蓮大医院很多 台东虽然是比较少 可是在这20年里头 也增加了不少 为什么医生增加了 或者像花蓮有那么多的医生 这大概不应该是说 是没有医疗吧 有保险无医疗这个原因吧 那就是医疗可能 它的效用是有一定的 医疗没有办法解决 全部的健康的问题 你可以看得到了 这是根据 这个欧美专家 把这个死亡的原因 我们按照说 这个病 医学可不可以救回来 那个病 医学可不可以救回来 今天我在听台大医学院120人 这个进步 我们进步很多 医学的确进步很多 可是今天我们死亡率里头 差不多四分之一 是医学还可以救回来的 四分之三是医学很难救回来的 但是你看1980年的时候 医学可以救回来的是不是很高 在之前更高 所以医学可以把我们救回来的病 下降得很快 医学没有办法给我们救回来的病 下降得比较慢 今天四分之三以上的病 都是医学没有办法救的 可是你一定会要再想一个事情 说那医学有办法的 为什么还有人死在医学上 可以救回来的病呢 这就是医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这是我们古老的黄帝内经说的 说病已成而后要之 辟有可穿紧 都住病 不亦宛忽 当你生了病了 你再去找医生的时候 已经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做最好的是什么 在病还没有花之前怎么样 你已经阻止他化病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上医医果 上医医未病 中医医病 下医医什么 病病 所以 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胃病 那胃病 还没有生病 没有生病当然你不会去看医生 那要问你说 那你没有生病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生病呢 现在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 生活习惯不好 有一个人抽烟 喝酒 这个不运动 又喜欢吃糖 还有乱七八糟的 这个生活习惯不好 他当然怎么样 容易生病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吸烟 吸烟力 今天至少十分之一以上的疾病 的死亡是跟吸烟有关 这是台湾调查的男性吸烟力 最高的第一名跟第二名是哪里 花莲跟台东 最低的是哪里 台北 最好 台湾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 你可以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的确那边的人生活可能比较不好 是不是 那我们知道 去做这个研究的话 就知道 县市吸烟力越高 平均寿命就越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北吸烟力最低 所以平均寿命最长 花莲台中 吸烟力 怎么样 最高 所以他们的平均寿命最短 所以这个很清楚了 吸烟有害健康 而且不止有害 是吸烟会让你致命的 可是 你知道了这样子 你为什么还维持这种生活习惯呢 哇 这个就学问大了 是因为你的生活条件不好 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 我觉得各位的 这个生活条件应该都还不错 所以呢 下回来这边听演讲 很多人是在外面在怎么样 为生活在忙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怎么样 万万不能 台湾话说 人情情 情情 那是讲钱很重要 但钱很重要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跟生活也很有关系 你看看 1995年 跟2015年 台湾的家庭的 可支配守得 每一个家庭的收入 台北市是第一名 台东跟花莲是什么呀 吊车位 经过了这15年 经过这20年 台北市往上涨 整个台湾也上涨 花莲就涨得少一点 台中 豆腿路 台东啊 的人的家庭收入 是很少的可怜 我的研究就告诉我 台北市 每100个小孩 只有1个小孩 是生活在 贫穷的家庭 台中的小孩 每4个小孩 就1个小孩 怎么样 生长在贫穷的家庭 所以我很佩服 袁长寿先生 要到花莲台中去 奋斗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越穷的县市 平均寿命越短 你可以看得到 台北市 平均寿命对长 也是最有钱的 台东花莲 钱少 平均寿命短 一个比较不错的 可能是澎湖 澎湖钱不多 但是怎么样 寿命看起来还不错 那这值得我们去研究了 而且越穷的县市 吸烟率怎么样 越高 生活条件不好 困恶 而且 对穷人来讲 我们常常 你想要做的事情 会做不到 那不只是 你住在哪个地方是这样 你的家庭 你可以看得到 家庭的社经地位越低 死亡率也越高 这是2004到2006做的研究 这个 我们家庭的副长 通常 我们家庭的副长的交易程度 跟是家庭的收入是成正比的 这个副长的交易程度是大专以上的 他这样的家庭 他的死亡率呢 跟小学以下来比的话 差不多只有 多少 少了大概80% 少了50% 所以 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了 家庭的社经 你活在怎么样的家庭 你的死亡就会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 一种比是百种人 大家死亡都没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举这个例子给你讲 这是一个心脏手术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这是在全民健保99年的资料 跟你做完手术一年以后的死亡率 那这是我们被保险人 如果你的交易程度越高的话 你做手术的几率越大 这个我们要去想想看 现在有心脏病 有高血压的 其实是穷人 低色经比较多 可是为什么 交易程度越高的人 他做手术越大 好了 我们假设接受这个是事实 那我也相信医生 每一个医生 不会有大小言 说你是穷人 那我怎么样 就随便医你 你是有钱人 怎么样 我就对你好一点 我相信 医生 应该是人心人素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 做完手术以后 一年内的死亡率 大专以上的 是小学以下的六分之一呢 这差别未免太大了吧 随着你的交易程度越高 你的死亡率越少 假如医生 有办法的话 那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都让每个人都活着 或者死亡率是一样 可是 却不是这个状况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去想想看 这个生活条件 如果你是穷人 我刚刚坐计程车来的 你想想看 一个计程车司机 假如他今天不开车 他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他家的经济就陷入了困境 所以常常 这些比较 中下的这些 这个 劳动者 他就是忍病忍到 不得已了 他去看病 已经忍到那么了 医生啊 严重啊 的时候 他要去处理就困难了 好啦 他就动了手术 给他做得好好的 计程车司机啊 他挂念的说 我没有 我生病住院这段期间 我家庭的收入哪里来 所以呢 病差不多好了 他就怎么样 赶快出来了 而且呢 如果没有出来 他万一住的是 不是保险病房 他还要互差额的 受不了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生活条件不好 他没有办法 跟生活条件的好人 是一样的 所以啊 不是我不愿意 不是我不能 还是我没有选择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他不愿意吗 还是他没有能力 还是他有能力 但是没有选择呢 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情形 我们要去想这些事 那卢沙说得很好 人生活的自由 却无处啊 不在家所之中 想想看 我的老师 魏火耀教授 今天我们来提到他 他是台湾光戊后 这个医学界的大佬 台湾的光戊后医学 都是靠他了 半个世纪前 这是我帮他做传记的时候 他给的照片 你看 这些都是 都是知名的人物 他们的手上都拿着什么 香烟 都是抽烟 都是抽烟 魏火耀老师跟我讲说 还好我借着找我活的这场 他们都死掉了 OK 你想想看 这是半世纪前 可是你看今天 那为什么今天是 社经地位越低 吸烟力越高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 吸烟会致死吗 为什么大家来吸烟 我的朋友 他到国外去 高空弹跳 那要花钱的 那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还有呢 你想想看 即使是因为你有能力 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不见得看得出来 各位黑心食品 你判断得出来吗 那有些食品像香烟 我们刚才讲那么坏 我从1986年87年 就在做这个什么 缓烟的 但是我们能够挡住 美国的301条款吗 开放进口 现在美国人还要开放什么 美猪 还要开放什么 基改 还要日本要我们开放什么 放售性食品 我能够教你们 聪明的挑食 安心的饮用吗 在这样一个大社会里头 个人的能力越来怎么样 越小 而且是 这个全球的贸易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做选择 还有 这是我2001年 2003年做的 失业的人 男生 40岁到59岁 你的公司倒闭了 我追踪了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死亡率 倒闭的员工的死亡率 比没有倒闭的员工 多了一倍 可是我失业 并不是我自愿失业的 是因为我的公司倒闭了 那公司为什么倒闭 各位想想看 2002年是台湾 40年来第一次面临经济富成长 全球是一个网路泡沫 没有选择 不是你不愿意 不是你不能 是因为你没有选择 再看看 我们刚才讲说 越穷的线 死亡率越高 可是这是2002年 跟2015年 他们的收入去看 这很高 快接近一了 我住的穷的县 花蓮台东 贫穷的县要翻身 是很困难的 我住在那边 我怎么办 我没有选择 我要靠谁 靠这个国家 靠这个社会来帮忙 还有我们贫护差距大 这是用我们的所得税 去做的一个贫护差距 这个最高5%家庭的所得 跟最低5%家庭的币值 在这个16年当中 从33%增加到99% 增加三倍 每一年都在增加 你如果说没有跟着增加 你就是变穷人 是不是 这个社会贫护差距 个人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是要靠国家社会来解决 那我可以选择国家吗 这个是每一点就代表一个国家 粉红色是代表90年代 60年代 30年代 你可以看到国家的所得越高 平均寿命都越长 那我可以选择我的国家吗 我可以选择我的公司吗 当然你进去是选择公司 可是公司要倒闭 你可以选择吗 困难的 你可以选择你住的县市吗 你可以搬来搬去 可是穷人总是比有钱人难搬 所以这是在2008年 世界卫生组织 这是我好朋友妈妈 他们做了三年的研究之后 得了一个结论 这结论就很简单 他说我们的出身 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工作的环境 对我们的健康跟生病 长寿跟短命最为重要 这个是事实不用再变了 医疗照顾是很重要的 会影响我们健康 生活方式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可是究竟是还是你 活在怎么样一个世界 社会决定了医疗可敬性 跟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 要开创未来 要健康社会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展望未来 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社会变好 我们没有办法 是我们叫什么 至少能前学 我们必须要管到他人瓦上窗 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 都跟我们健康很有影响 我们的一例一休 我们的年金改革 我们的长照制度 甚至我们的选举总统 副总统都会 我的研究显示告诉我们 这个选举越激烈的地方 越激烈的乡镇 老百姓活得长寿 这越不激烈的地方 死亡率越高 所以一定要出来投票 OK 那我们要怎么办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学到的 这是一个医生 跟一个社会学家讲 这个医生 他就描述自己的 他已经年纪大了 年纪大之后 他很有感触 他就跟他的朋友讲 他说 我在做什么事情 他说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像站在一条川级的河边 听见有快溺死的人在喊救命 就在这个A的地方 散步的时候 听到有人喊救命 他基于人心 他的职业上的道德 他就跳下河 救那个人上岸 帮他做人工呼吸 可是正当这个人可以自己呼吸的时候 他又听到 另外有人在求救了 于是他又跳下河去 拉那个人上来 救那个人上来 做人工呼吸 可是当这个第二个人可以自己呼吸的时候 他又听到什么 第三个人在叫了 他又从过去 跳下去 拉上来 做人工呼吸 每天都在忙这个 他说 我实在太忙了 忙到没有时间去看上游 上游这个地方 到底是哪一个坏蛋 哪一个丸八蛋 把这些人 推下水去 有时候是这样子 你们看过卡通影片 普派 普派 这个奥利佛每一次都在喊什么 救命 对不对 为什么他喊救命 因为普派 做坏 然后普派一开始做的事情 永远是去救谁 去救 奥利威 可是他救奥利威是没有用的 最后卡通要结束的时候是什么 普派要把 普派 打倒 所以你不能只救已经生病的 医病病 你要医什么 胃病 胃病就是要往上游去走 上游的中间 你也可能说 那学会游泳 他推我下来怎么样 我可以自己游泳 是不是 我不怕你推我 我会游泳 可是 河里头也会很喘急 有暗流 你再高的高手 有时候也会灭顶的 所以一定要往上头去看 看这个上游的问题 所以不只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你的生活条件要改善 你要去改善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才有办法 有好的生活条件 有好的生活方式 然后你才能够怎么样 免于疾病痛苦 所以 这今天的这个讲的东西 我们就用这张图来看 你的健康是在这个地方 你的健康是受到 你的个人的 社经地位的影响 你个人的社经地位 是受到整个大的 社经环境的影响 那我们全民健保来了 是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解决的是 部分你的健康状况 也就是说 A去解决一点 B对健康的影响 可是B的影响 还是继续存在 所以你到了人人健康 还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没有去影响 大的社经环境 你也没有去改变 个人的社经地位 所以从这个图来看 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 力争上游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最近跟刚刚讲的 那个Marmor爵士 做出来的这个报告 我们看到 到处都有健康不平等 这个健康不平等 其实是社会的产物 不只是你个人的因素 是一个社会的产物 不是只有你个人的选择 所以要消除健康不平等 我们不但要改革全民健保 不能够全民健保 慢慢要从治疗 末端的治疗 要往前端去走 最好能够预防 还要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力争上游 我们要创造有利健康的社会环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开创未来 就是要有健康社会 谢谢你们指教 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你可以去买这本书 社会与健康 大概都在里头 谢谢大家 谢谢张教授精采的演讲 当时我邀请了台湾大学六位 非常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来演讲 当时我先跟张教授通过电话 他当时告诉我说 他当时跟杨志良署长一起 创立这个社会全民健保 他当时就跟我提到 略是平均的县市里面 他比较短暂 那我今天听了江教授这个演讲以后 当时我对这场演讲期待非常高 我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期待高 我认为全民健保 对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是个非常大的德政 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里面 不是说富者越长寿 贫者越短寿 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全民健保 弥补的这个空间 就是不分来与老少 不分贫富 你去看病 医生只要有人心人素 他一定会帮你治好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办公医想做 尤其医疗这一块 我只要听到说 你是良医 我从台北一次请到台东 我都可以邀请 只要他是良医 我听到这个传言的话 我一定要邀请来 我们已经办了18年了 我给大家报告 我们的全民健保 我认识很多的朋友 是从美国回来 他来看全民健保 各位知道为什么要吗 尤其牙医的部分 我们台湾的牙医啊 治疗费用非常低啊 在美国那么富有的人 他都愿意到台湾来看 我们全民健保牙医 那很多人在美国加拿大 以前专程很富有啊 他回来也要看疾病 那可见表示说 我们全民健保的成功 你看我们医疗讲座办了18年了 没有一个医院的院长 副院长或者科主任 都肯定我们的全民健保 当然全民健保也会有一些负面 刚才我们江教授已经讲了嘛 满意度是80%以上哦 不是满意度是只有20啊 是80以上啊 我认识全民健保是非常成功 就等于说我从国外回来 各位都知道吗 我一直希望提供我们的教育水准 从6年提高到9年 现在提高到12年 我认为这是 你看我在美国加拿大 人家怎么会有会选 人家怎么会有会选 人家不可能有会选吧 怎么送你一千块五百块 不可能吧 人家怎么会有会选 因为他们的国民的基本的水准 就是全民教育 什么叫全民教育啊 就是13年 这就是说你到大学里面 他们也考试的 你是进去读 为什么 他的教育水准很高 所以我认为说一个进步的国家 他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个 你一般人民的教育水准 我们从6年到9年 9年到12年 我就努力了20几年了 我跟大家报告 唯独你的国民教育水准提高 你的国家水准就提高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全民健保 我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 尤其牙医 我这个牙医已经看了50年了 从他父亲到他 他现在儿子也是牙医 所以为什么呢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 是不是进步的国家 第一个 你的国民全民 叫教育水准 第二个 你的医疗水准 刚才江教授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对这场演讲我期待的非常高 我跟大家报告 透过这个江教授的演讲里面 特别也尝试了我们 对医疗的重要性 尤其全民健保 百分之80%以上都很满意 所以非常感谢张教授愿意在这个时间里面 清楚地尝试的全民健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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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 以后可能有几百万人没有办法看到健保 我应该那个数字没有看错 好像是两千万人 那我不敢 这个我没有联系我不敢讲了 就算几百万人看不到医疗保险 所以医疗保险对一个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那我想江教授应该让他来阐述全民健保的重要性 因为他也是当事人之一嘛 所以再次感谢江教授的百分之中今天来谈健康社会开创未来 最后我们有点时间做双向的沟通了 我们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那请您举个手来向江教授请益 谢谢江教授的演讲 我们知道一个制度它一定有正版面的效应 就现在的社会现象来讲 我们有一位傅达人先生还有琼瑶先生 小琼瑶女士 他们这个傅达人是因为向蔡英文总统提示的 他们提出了安宁水的要求 那那个琼瑶他是说自然死亡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在健保那么好 形成了老百姓的依赖性 这个看病的依赖性 因为这个制度太好了 这个高龄以后慢慢会逐渐成长 对于台湾设在隐藏性的问题 慢慢也会发现 现在有二十几年 或者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以后 他的隐藏性发生我们要怎样防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个制度本身 我一个朋友 台湾的朋友他跟我说 为什么华侨他享受了健保 他一有病他就回到台湾来 但是他的华侨要他不健保 他们好像心里上不大高兴 那我就打电话去问一个外国的朋友 外国的朋友说 我们这个健保局在国外打广告 打广告就吸引了这些华侨回来 我不是说这个不正常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华侨越远回来 但事实上你华侨回来 享受了台湾的资源以后 台湾本身的老百姓的资源 是不是就是说 此一场也彼此一笑 就是说你享受了 我这边可能就 形成了有点漏洞的重心 那像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解决 谢谢 好 那我就先回答这两个 第一个你问的事情是非常好 很重要的事情叫无效医疗 无效医疗 那这无效医疗 是我们现在要克服的一个困难 因为我刚刚讲的 这个医疗全民健保虽好 但是全民健保没有办法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让你不生病 所以我们要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重点都摆在全民健保上头 我们应该摆到好比说 你想想看为什么台东的人 穷苦的小孩子那么多 四分之一的小孩子是穷人 你要怎么去救这些小孩子 这救这些小孩子你把派医生区也没有用的 你要给他们怎么样 举个例子来讲 生下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基金 让他除去到他长大都可以用 而且他的生活要怎么去照顾 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我觉得健保没有办法做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会死的终究还是要走的 这个健保没有办法给你救回来 顶多救你一天两天三天顶多三个月 如果医生那么厉害的话 第一个失业的叫研究网 因为地域就没有人了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 人终究要死了 终究要死的这个部分里头 后半段的特别是最后三个月的 这个无效医疗的部分 我们今天台湾有非常多的 大概一年花掉是三百四百亿的 我们叫植物人 我们没有诅咒植物人的意思 可是你如果知道 他就像有些人就形容他 这个情况就很像是在种菜一样 每天去形容一下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继续付他这个会用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去想想看 他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穹瑶小姐 她本来花了这个脸书的时候被骂了 可是最近她在发一个脸书 你就可以了解到她的心境 因为她看到她的先生四百多天了 都没有办法怎么样回到床前 所以该走的时候 她如何去走 那这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价值 那你这个社会价值啊 必须有两个来配合 一个就是这个价值 我们需要有人倡议 让我们把这个价值改变 要的我们需要有法 来支持医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患法的行为 而且这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很幸运的是 我们的老百姓越来越能够意识到 不要有各种的处理 再有最后的默契 那这几个例子比较简单的 就像我的好朋友A金川 他就写了 告诉他的儿子 不要联合医生来欺负我 沈乌雄也是好朋友 他也这么写了 现在从瑶里是讲的话 他是心里的话 而且这个心里话不是凭空来了 A金川他会这么想 是因为他当时得了癌症 他这个有一种孩子 我也讲不出的名字了 那他有感触 琼瑶也是他先生 当然我相信沈乌雄也不是无垂的 他也是有感触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医疗的用途在哪个地方 你不要把自己弄得生病了 以后再去找医生 那全民健保 说老实话 我们只能讲 全民健保做的事情 是在下游救人 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 要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什么样子要从下游往上游去走 然后能够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不要等到生了病了 等到疾病的末期 瀕临死亡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 你问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但是答案很困难 那我们还好 我们基金会还会再去请高人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这就未来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 第二个问题你问的也很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是一家人吗 我们是一家人吗 当全民健保 当时要设的一个精神 就是一个社会互助的精神 是我们一家人的精神 你穷的我帮忙你 你生病的我帮忙你 但是你不能 你好好的时候不缴钱 你生了病以后怎么样 去赶快来要用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这个议题会引起我们社会的不满 我们要去努力做它 那健保局书 也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现在的努力是说 你回来了以后至少还要 要设计 恢复你的居住地要四个月 那不止四个月 你应该把你前面没有缴的费用 都是怎么样 缴回来了 对不对 你既然是一家人 你就是前面你没有生病的时候 该缴的费用还是需要缴的 至于你前面都没有钱了 我们也不会去追究 因为我们的大法官解释得很好 缴钱跟看病是分离的 这是我们健保的非常进步的地方 什么叫缴钱跟看病分离 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缴钱 但是你生病了 我不会叫你先缴完钱再去看病 这个也就是当时杨志阳在当署长的时候 我们建议他 你要汇足锁卡行为 锁卡特别是穷人缴不出来了 你给他锁卡 这不对了 他真的生病需要看病让他去看病 但是他没缴的钱怎么样 想办法追回来 这是你的责任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公平的意义 这个我想这两件事情是社会有构思 解决第一件事情 那需要多一点时间 解决第二件事情是比较容易一点 大概是这样吧 不过你问的都非常棒的问题 谢谢 好 大家非常好 我给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我自己的略父 所以我觉得不管政府也好 你总是有一个对于 刚才我们江教授特别提到 医疗上它有个极限 有些病真的是救护回来了 有些病是真的没办法救了 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岳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从台大医院转到长庚 当时转院的时候 是用总统副总统的那个救护车 两边还要保证啊 我用最好的医疗 那也救不了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政府有关的法令也好 刚刚我们讲 刚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 不管沈富雄 不管穷瑶 不管谁 不管谁 就是说 当救不回来的时候 就不能救了 当然儿女们 觉得要尽孝心 那也无可奈何啊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今天谈 所谓健康社会开创未来 那那个刚才教教授也在讲 有些病是真的救不回来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这就是要一个高度的智慧 那我们这会谈到开创未来 未来性怎么办 那你自己有没有那种雄心壮志啊 就个人而言雄心壮志 我不要 到最后的那个三个月 就让他们过去 当然 诸葛亮这个情况 又说又要出院了 我就不知道了 怎么又好了 所以这个 朴硕 真的是 真的是很难了 很难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亲情的这种感受 当然也有很大的力量 那也可能做修委不一定 对不起 我也不敢这样讲 怎么 最后三个月怎么又要出院了 我们进去会另外有一位 法副部长陈定兰 那 诶 他住台大医院 后来出院了 出院回来了 诶 还是有问题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医疗上还是有他一个局限 极限啊 刚刚洪章特别提到 还是有极限 到达极限的时候怎么样 来做一生处置 我认为很重要 还有什么问题呢 感谢江院长长期对社会的服务 刚才洪博士讲到说 这个案例说要转业 这么紧急 但是受病救不回来 那怎么办 那洪博士又要讲开创未来 那未来在哪里 请大家看一下 佛教心经 波罗的波罗的波罗密多心经讲记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就要用上了 那么如果说昏迷不行 说不定也太慢一点 但是如果家人 这些子孙很有孝心 有坚异的心 要挽救这个往生的长辈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可以 说不定可以让他醒 那么像散岛寺 龙山寺 佛光山 慈禁功德卫 这么多人都很努力 他们这个出家法都离光头 那目的何在 就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 那我请教江院长 在您的经验中 这个要怎么推广 让大家念阿弥陀佛 让这个人救回来 那么让他往生 换到另外的世界 去永远活的 这个世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谢谢 你这个问题更高深了 我怎么这么讲 根据我们的宪法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所以每个宗教都有它的一面 但既然你谈到佛教 我也觉得佛教里头 我很佩服的是圣言法师 圣言法师他是圣有问题 那人家就说 法师你这么伟大 你圣有问题 我们是不是找一个圣给你换了以后 那你就可以再多活几年了 圣言法师说不用 他要把这个圣留给生命还长一点的年轻人 他不要换 那因为他有愿嘛 所以他后来讲说他会在成愿而来 先到西方去玩一玩再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宗教都有解决他的方法 那有时候受苦受烂 时间到了还是要走的 这些事情如果拿佛主来讲的话 事实上佛主他自己的祖国都被灭掉了 这你也知道的事情 那他如果有神力 他那时候就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去救我父亲的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 如果从佛教来看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从基督教来看又不一样了 基督教还是要上天国嘛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基本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不管上天国也好 上西方也好 都阿弥陀佛 好不好 谢谢 跟大家报告 宗教是任何一种宗教 像我们基金会邀请的佛教 天主教 道教 各种宗教 一贯道 全部都来最高的宗长 圣言法师 正言法师 心灵大师 全部都来演讲过 我们基金会也是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那我一直感觉到说 宗教不能有意识形态 像我给大家报告 现在我们讲 回教跟基督教的战争 不是现在才打 已经打了几百年了 真的 基督教跟回教的战争 已经打了几百年了 那就是宗教 还是有很多 透过政治的力量 仇视的力量 那是不对的 那我非常赞同 刚才张教授所讲的 任何的宗教 本来就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我们是以爱 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我想这也很重要 我想是不是最后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要向我们江大叔取教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今天的演讲就到时间 好 来 请请 我讲个事情 因为张教授跟杨涉良 王署长熟 有一次杨署长在开会 他讲的 我们这个医疗的目的 他是这个劳友所中 这个劳友所中 我提到他说 刚刚刚开始的时候 癌症都没有发生 后来发现死亡的百分之百 后来因为研究医疗的科技计划 降到49% 像这种状况的话 降到49%以后 它去一下方向降到 癌症的治愈率是百分之百的时候 就是说 癌症已经不构成威胁的时候 那你的研究的注意力 都放到哪里 那老有所中 这个老是一种病 这个中也是一种病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去研究 这个老不去研究 这个中 病者在哪里呢 你有科学的数据 这个提出来 你有科学的数据以后 你就能针对下药了 那这个老的问题 还中的问题 是不是会解决掉 那时候 那个网络的阳署长 被我问的 对两口无言 我说你不要急着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后面的人 会继续来 来拆你 然后我提的问题 就是说 接着问题 来提醒后面的人 来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你老和中 他虽然是并没有做 但科学到一种程度 他还是可以解决 谢谢 这个我能想到说 我刚刚坐计程车 我就有计程车的司机 很有智慧 他跟我讲说 他听了这个谁的 好像心灵法师的 他说 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 做所当 顺其自然 一个会总是有结束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吧 感谢 好 再次谢谢江教授 在反方之中 历领我们这里 也谢谢他的演讲的内容 以及他精彩的会议 再次掌声谢谢江教授 谢谢江教授 谢谢江教授